不仅仅在成都 在全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可以见到主题为 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成都市宣传广告 张亮颖 樊剑川 以及各行各业的近十位成都人 被选为成都市公益形象代言人 这里面就包括杰晨 在杰晨的广告牌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我发现成都人的精神状态 与成都的地质结构几乎一致 临危不乱 以柔克刚 杰晨的这句话反映的是成都人 面对灾难来临时的一种状态 那么地震袭来时 成都人究竟是怎样面对发生的一切的呢 杰晨的广告牌上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句话呢 这是您写的吗 对 对 这是我在地震后在三年生活周刊的 一篇文章里的一段 对 因为我们成都地震以后 实际上从最初的慌乱 这个肯定一个大地震来 一个那么大灾难来 肯定慌乱 但是很快 的确是我觉得很佩服我们成都人 很快地就镇定下来了 就镇定 然后呢 尽快地恢复到一种日常生活状态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就是它有 真的是有一种以柔克刚的这么一种力量 那个成都的话 那天啊 就地震那天 您在成都吗 对 我在成都啊 我在家里 你在做什么呢 我当时正在睡午觉 然后2点28分 呼啦呼啦地痒 就摇起来了 我们成都人实际上没有地震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城市几千年来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一摇就懵了 就是不是想 那您是住的楼房吗 楼房 我在六楼 那还是马上就下楼 没有 没有 先懵了 懵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想着想 我都不知道多少秒 就那脑袋里一片空白 然后马上我还是挺快就意识到是地震了 但我就马上下楼 先到对门去敲一敲门 因为对门住了一个朋友的一家 然后他们家平时没有人 但是老太太在家里面 我看是不是老太太在家里面 得把她一块给弄下来 因为老太太肯定也吓懵了 接着敲了一下门 没有人 可能都估计打麻将去了 然后我就自己冲冲下楼 然后因为我到学校去 我孩子在学校 那个时候 第一做母亲的本能 对 就是第一年头我要冲到学校去 然后我就 当时就往我的那小区的停车楼跑 我的车停在三楼半的 然后进那个小区 那个就是停车楼门口的时候 保安就把我拦住 就说现在建筑物都不能进去 现在摇晃都还没有停止 那时候特别心 根本没想那么多 把保安一推开 冲上楼去把那车子往下开 开的时候心里就发慌了